欢迎收看《宋历史歌救生圈》第1356期 在唐僧师徒四人这个取经小团队中 最没存在感的一个人便是沙和尚 他一路上默默无闻 他一路上默默无闻 既没有像孙悟空一样斩妖除魔 也没有像八戒一样行风作浪 甚至连台词都只有 大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大师兄二师兄和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这么几句 但小编认为这个团队中情商最高的便是此人 沙僧原本是天上的卷帘大将 在玉帝跟前当差 大家想想能混到玉帝跟前当差的 那岂能没有眼力见 他见惯了神仙之间的尔虞我诈 懂得言多必诗的道理 所以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一直默默无闻 而他话虽然少 但往往却能说到要害 足见他的高明之处 如在红孩二那一难时 孙悟空一听红孩二是结派大哥 牛魔王的儿子 便喜不自身 打算摆摆叔叔的谱 猪八戒舔着老脸 还要当人家二叔 只有沙僧提醒孙悟空 多年亲戚不走动 事情也不轻 果不其然 孙悟空带着猪八戒前去 被红孩二弄得回头土链 除此之外 在取经过程中的分工 也能看出沙僧的高情商 在电视剧中 孙悟空负责开路 猪八戒负责牵马 沙和尚负责挑弹 但在原著中 挑弹的一直都是猪八戒 牵马的才是沙僧 沙僧入队伍时间最晚 按理说应该接替猪八戒干最重的活 但他却凭借高情商 取得了领导的信任 挑了一个最轻松 还没有危险的活 而猪八戒是典型的出力不讨好 因为总是想着偷奸耍花 所以在封赏时 被如来安排了一个临时工的岗位 而沙僧毕竟之前 在玉帝跟前待久了 也明白史籍的重要性 虽然他一路上都没有杀过妖怪 但在真假美猴王那一难时 他还是出手了 当时他受唐僧伟派 去花果山劝说孙悟空回去 如果实在不行 就拿回行李 他们自己去取经 到了花果山 却发现六尔弥猴 弄了个假的取经团队 里面还有个自己 他虽一直低调 但却绝不允许有冒牌货替代自己 况且他一路上为力寸功 到了临山论功行赏时 也说不过去 于是他挥动想要保障 打死了那个假沙僧 那假沙僧死后现出原形 原来是一只猴精 这下他就更放心了 没有后台的猴精 他杀了也就杀了 凭借着高情商 沙僧最后被如来 封为了今生如汉 虽然看似比其他人地位低 但比猪八戒也好得多 最起码他不用吃人家 吃剩下的东西